孩子的治病前不翼而飞 妻子发现竟是丈夫所为 还没等蔡云未完 丈夫就带着哭腔告诉妻子说 钱被人骗走了 警方调查发现 钱竟然是被丈夫的网友骗走了 丈夫的这个美女网友 却是蔡云 偷偷帮她添加的 妻子为何要给丈夫添加美女网友 被骗走的钱款能否被追回 蔡云丈夫调陷阱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4年的一天 一家银行业务大厅里十分的安静 大家正井然有序的排队等候 突然业务窗口处一位女士喊叫起来 什么没有钱了 我这张卡里明明存了五十多万 你们把我的钱弄到哪里去了 说完她就拼命的拍打着玻璃柜台 情绪是瞬间就失控了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存在银行里的钱 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 原来啊 女人的名字叫蔡云 因为她儿子生病 长期需要治疗 省吃减用的夫妻二人 每个月一发工资 都会给儿子存上一笔固定的治疗费 今天啊 刚领到工资的她 又来银行存钱了 可是一查才发现 这个已经累积了五十多万元的账户上 竟然只剩下几百元的余额了 这可是儿子的救命钱啊 蔡云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的查询 之前账户上确实有五十多万的存款 但在半个月之前呀 这笔钱已经被一个叫胡一伟的人 全部转走了 蔡云一听心里更懵了 这胡一伟是自己的丈夫 他偷着转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跟自己打一声招呼呢 蔡云愤怒地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没想到丈夫电话那头的答复 竟让蔡云差点气晕了过去 那么丈夫在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呢 原来呀 还没等蔡云被完 丈夫就带着哭腔告诉妻子说 钱被人骗走了 我正在去派出所报警的路上 你赶紧过来吧 心急如焚的蔡云呀 急匆匆地赶到派出所 只见丈夫是垂头丧气地坐在长椅上 他双眼通红 嘴里不停地念叨说 我该死 把孩子的救命钱弄丢了 我对不起儿子 他边说 还边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 在警察的安抚下 胡一伟终于平静下来 把发生的一切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警察 而蔡云也终于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半年前 胡一伟的微信群里 突然多了一名美女网友 而这位美女网友是非常的热情 经常给胡一伟发来问候 于是啊 两个人就在微信群里聊了起来 渐渐的呀 他觉得 这个未曾谋命的姑娘 真是自己的红颜知己 是自己疲累之后的一记心灵鸡汤 但慢慢的 胡一伟却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位女网友年纪不大 但是吃穿用度却很高端 她的朋友圈就像是一个微情的博物馆 每天都在陈列各种珍宝瓷器名人字画 在交流中 姑娘告诉胡一伟 自己是做艺术品投资生意的 简单的说 就是买进市场上有增值潜力 但却暂时处于价格低谷的艺术品 等她升值了 再高价卖出去 赚取其中的差价 她还神秘兮兮的说 由于自己有内部交易信息 所以买到的物件绝对能升值 保证一本万利 稳赚不赔 女网友的这番话 引起了胡一伟的兴趣 于是胡一伟就在女网友的引领下 以两千元的价格 买进了一件玉石挂件 挂到了交易平台上 没想到刚挂上 没几天就被人买走了 如此轻松快速的挣钱 让胡一伟兴奋不已 一眨眼的功夫 胡一伟就净挣了两千元 胡一伟很兴奋 感觉终于在工作之余 找到了另外一条发财致富的捷径 胡一伟在微信里 一再对姑娘表示感谢 姑娘却很淡然的说 忙忙人海 能相遇就是缘分 互相帮忙 没啥好感谢的 更何况啊 你投入的少 赚的也不多 你如果对此有兴趣啊 以后就多多关注吧 姑娘的这番话 让胡一伟更加的感动 她就有试探性的 陆续投资了二三十笔 每次啊都是小金额的投入 但是每次都能赚到翻倍的利润 并且呀 只要物品挂到 姑娘介绍的网络平台上 十几分钟之内 肯定会被买家买走 而货款也会立刻转入到 胡一伟的账户 就这样呀 一个多月下来 胡一伟竟然净赚了五万多元 这可是他半年的工资啊 胡一伟简直对这个网络平台 信负的是五体投地啊 既然这个网站如此的诚信 他决定一鼓作气 大赚一笔 这胡一伟是不是个 特别爱钱的人呢 还真不是 那胡一伟为什么对钱 如此的渴求呢 因为啊 他一岁的儿子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胡一伟如此急迫的筹钱 竟是因为家中生重病的孩子 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很可能寿命不会太长 女网友抓住了胡一伟 旧而心切的弱点 以高投资高收益为由 让胡一伟一次性投资 一百五十万元 除了自己家的存款五十万之外 剩余的一百万元 借的是民间高利贷 交完钱之后 女网友却突然消失不见 胡一伟这才意识到 自己上当受骗 她该怎么办 猜疑丈夫 调陷阱 法律讲坛正在播出 医生说呀 像他儿子的这种类型 病情是伴随年龄增长 而不断发展的 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很可能寿命不会太长 心急如焚的夫妻俩 带着孩子是到处求医问药 有朋友告诉他 现在国外有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对孩子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但是出国治疗费用十分的昂贵 几个疗程下来 保守估计也得三百多万元 这个消息 让胡一伟一下子看到了儿子的希望 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和妻子挣的都是固定工资 面对儿子的病情 即使是省吃俭用 经济上也是捉紧见肘 哪里有这么多钱 给孩子出国治病呢 看着孩子每天是服药扎针 被折腾得十分痛苦 胡一伟的心都要碎了 夫妻两人整天是愁眉不展 常常是以泪洗面 而就在此时 微信群里却多了这位善解人意的姑娘 不但能开解自己 还能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的赚钱渠道 胡一伟感觉这是老天在帮孩子 胡一伟想 现在儿子到了治病的紧要关头 如果一下子能赚到一大笔钱 立即将儿子送出国外去治疗 那对全家可是一件幸事 于是胡一伟就把孩子现在的情况 跟姑娘一五一十的说了 请她帮自己留心 找个合适的物件 投资一笔大的 多赚点 没想到啊 姑娘是一改往日 有求必应的热情 很为难的对胡一伟说 最近市场上流出的艺术品 品项不好 赚不了什么钱 行内的人都明白 大投资高收益 这个不单的等机会还得看运气 胡一伟有点失望呀 但是姑娘说 等一等可能就有机会了 谁知道呀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 胡一伟有点耐不住了 他不忍心看妻子天天为钱发愁 而家里已经有的五十多万元 根本就不够孩子第一期医疗费的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医生所说的最佳治疗期 也在筹钱的过程中快要过去了 胡一伟急得一夜之间白了头 而就在他绝望的时刻 女网友发来的一条信息 又点燃了胡一伟的希望 他告诉胡一伟 一周之内 将有一件品相绝佳的青花瓷器出现 姑娘叮嘱胡一伟说 这可是内部一手的信息啊 千万不要声张 否则就可能被别人抢走了 姑娘让胡一伟做好准备 她说呀 这是投资一百五十万元 卖到三百万元 是不成问题的 孩子第一期的治疗费肯定够用 一听这个消息啊 胡一伟兴奋的一夜都没有合眼呀 胡一伟感觉 自己终于为儿子 抓住了宝贵的机会 他已经对姑娘 彻底失去了警惕 但是一百五十万元 可不是个小数目 当警察问胡一伟 这笔钱是怎么筹到的 胡一伟 怯怯的偷瞄了一眼妻子 支鼓了半天说 除了自己家的存款 五十万之外 剩余的一百万元 借的是民间高利贷 蔡云一听这话呀 差点没背过气去 自家的五十万元没有了 还得去还高利贷 蔡云真想 一头撞死她丈夫面前 在警察她追问下呀 胡一伟继续说道 一百五十万元 打到网络交易平台上 她果真如愿买到了 那件青花瓷器 但是姑娘却迟迟不让胡一伟上网交易 胡一伟很纳闷 往常三天左右就完成了交易 现在半个月过去了 竟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胡一伟啊 有点坐不住了 她在微信上联系姑娘 姑娘却说 这种大件一定要稳住 让买家着急 你才能卖出好价钱呀 又等了一个礼拜 微信再联系姑娘 姑娘却说 母亲病危 现在无暇顾及交易的事情 胡一伟虽然心机如焚 但是她也不再好意思纠缠姑娘了 可是拖延一天 不单耽误儿子的治疗 还要额外承担高利贷的利息 已经坐不住的胡一伟 按照之前交易的模式 自行将青花瓷器挂在了交易平台上 之前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交易 现在挂一天都没有一点反应 很快五天过去了 这五天里 胡一伟几乎不吃不喝 整天挂在网上 她睁大眼睛 时时刻刻都盯着交易平台 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 胡一伟的艺术品还是无人问津 胡一伟按捺不住 又去联系女网友 却发现女网友已经把她拉黑了 而且电话号码也变成了空号 此时的胡一伟已经预感到不妙了 他赶紧去登陆交易网站 此时胡一伟想 只要能把150万元本金拿回来 就很不错了 已经不能再有赚钱的想法了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当他再次输入那个十分熟悉的网站时 电脑上只显示了一行字 你访问的网址不存在 胡一伟这感觉脑子是嗡的一下炸了 他彻底明白了 自己被那位美女网友已经骗得是血本无归了 万一妻子知道了怎么办呢 胡一伟再三思考 唯一的出路就是去派出所报警了 而就在此时 去银行存款的妻子 已经发现存质上的钱不一而非了 于是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警方立刻展开调查 发现丈夫的女网友 竟然是胡一伟的妻子蔡云主动添加的 她觉得丈夫越来越不关注自己了 她想为丈夫添加一个美女网友 借此试探一下丈夫 女网友的身份刚弄清楚 紧接着一群人上门来催债 蔡云带着哭腔惊恐地说 你当初为什么要借地下钱庄的钱 借了这种钱 不死也得八成皮啊 在上当受骗和高利贷的双重重压下 绝望的胡一伟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将何去何从 蔡云丈夫调陷阱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听完胡一伟的讲述 警察告诉夫妇二人说 你们遭遇网络诈骗了 因为这一个月来呀 警方已经陆续接到了十几起类似的报案了 为此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集中警力对案件进行侦破 警察问胡一伟啊 你是如何与这位诈骗的女网友添加微信的呢 胡一伟回了半天说呀 这个骗子怎么加到自己 自己根本就不清楚 只感觉朋友圈里突然就出现了这样一位美女 微信上显示的名字是苏澄澄 从头像上看 的确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 两个人曾经微信语音聊过天 感觉她的声音啊 特别的甜美动听 当听到苏澄澄这个名字时 妻子蔡云的脸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她喃喃自语的说 怎么会是她 警察见状赶紧问蔡云 你跟这个叫苏澄澄的网友认识吗 谁知道呀 蔡云的回答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美女网友 竟然是蔡云偷偷帮丈夫添加的 那么蔡云为什么要给丈夫 加上个女骗子网友呢 在警察的询问下 蔡云边哭边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呀 蔡云因为身体的原因 一直迟迟不能怀孕 经过治疗 直到38岁这年 她才怀上孩子 由于她是高龄产妇 医生提醒她要格外小心 这让好不容易怀孕的蔡云 变得非常的紧张 她处处谨小甚微 情绪也变得敏感多疑 一会儿说 感觉不到太动了 一会儿又说 孩子动得太剧烈 经常哭着让胡一伟 带她去医院检查 随着怀孕的岳父增大呀 蔡云又添了新的烦恼 她的肚子上的认身门越来越明显 她开始担心 丈夫会不会嫌弃自己呢 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身材走形 面旁拥走的身材 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崩溃地大哭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了 本来是件大喜的事情 但是啊 胡一伟让妻子阴晴不定的情绪 折腾得是焦头烂额呀 她私下里询问了一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胡一伟说 孕妇与荷尔蒙影响 情绪上确实会产生一些变化 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胡一伟把医生的话告诉了妻子 期盼妻子生完孩子就会好转 儿子一出生 中年得走的胡一伟喜出望外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 被丈夫忽视的蔡云呀 更加疑心猜忌丈夫 她觉得丈夫越来越不关注自己了 为此啊 蔡云一度出现了产后抑郁症的症状 漫漫不落的蔡云 一个偶然的机会 发现网络上一个相亲交友的网站 这里注册的用户啊 不仅学历家境很好 而且从照片上看 个个都是俊男靓女 蔡云一时兴起 她想为丈夫添加一个美女网友 借此试探一下丈夫 于是啊 她在网页上挑选了一个叫 苏澄澄的漂亮姑娘 用丈夫的微信 偷偷添加成为了好友 而就在蔡云 对丈夫疑神疑鬼的时候 孩子却被医生诊断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蔡云就再也顾不得 再去试探丈夫了 为了给孩子治病 两口子忙着筹拳 急晕了头的蔡云 一心病也好了 早就把丈夫和美女网友的事情 扔到脑后了 令蔡云没想到的是 当初找来试探丈夫的美女网友 竟然把孩子的救命钱骗走 此时的蔡云已经不敢再指责丈夫 反而陷入无限的自责和悔恨之中 然而祸不单行 一件让夫妻二人更为崩溃的麻烦 是接踵而至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这一天 胡一伟还没回家呢 就接到了妻子电话 妻子惊慌的说 刚才有一伙人 把咱家大门破上了红油漆 他们边打门还边喊叫说 让我们赶紧还钱 否则就要给我们的颜色看看 胡一伟心机火了的赶回家 果然看到 大门和走廊上 又红油漆写着欠债还钱 蔡云带着哭腔惊恐的说 你当初为什么要借地下钱庄的钱 借了这种钱 不死也得八成皮啊 胡一伟无奈的说 当时我也知道地下钱庄的钱不能碰 可是那时候已经是鬼迷心窍了 网友苏诚诚怂自己说 这个钱也就是用几天 霍桥资金利息再高 咱也不怕 几天就可以净挣一百五十万元 多高的利息也不是问题啊 当时啊 胡一伟也曾犹豫再三 他看着孩子无辜的大眼睛 心想舍不到孩子套不住廊啊 天上哪有凭空掉馅饼的事啊 不下定决心冒点风险 拿什么给孩子治病 于是下定决心的胡一伟 找到了一家地下钱庄 借到了一百万元现金 并签订了借款合同 合同约定按照月息百分之五支付利息 胡一伟在心里划算了一下 月息百分之五 那年需就是百分之六十啊 这家地下钱庄可是真够黑的 可是最终啊 他还是颤抖着手 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胡一伟还在网上 折腾着卖青花瓷器的时候啊 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 就已经到了 他再三祈求债主 再宽限三个月吧 债主看他实在没有钱还 就直接将前期的利息 折算成本金 让胡一伟再次签了 一百一十万元的借据 并将月息提高到百分之八 那年期可就是可怕的百分之九十六啊 如果这一百一十万元一年还不上 本金利息就得翻一倍 等待一天 高累贷就增长一天 看着无钱治病的孩子啊 已经绝望的胡一伟 甚至想到了自杀 他黯然伤臣的给妻子 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 说之前呀 自己买过商业保险 如果他死了 可能会拿到保险金 这样给孩子治病 就有希望了 正当他绝望的准备 跟自己的人生告别的时候 妻子蔡云 带着一名律师匆忙赶来 律师啊 对胡一伟说 你先别着急 高利贷的恶息 法律是不支持的 这签订合同 你请我愿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胡一伟半信半疑的问律师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么律师所说的是否属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讲点 民间借贷的利息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第26条规定啊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 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是应当于支持的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与支持 而对于胡一伟来说 他与地下钱庄签订的合同 起初约定了月息5% 那年息就是60% 之后月息增加到8% 那年息就是96% 上述利息的约定明显高于最高人民法院年息36%的规定 该约定属于无效约定 而胡一伟之前从来没有支付过对方任何的利息 所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他只需要承担年息24%的利率 值三分月息则是2% 之前再主将10万年利息重新进入本金的做法也是违法的 这种超过年息20%的利滚利的做法 法院也是不予保护的 就这样在律师的帮助下 已经压得胡一伟揣不过气来的恶心 被人民法院判决不予自持 就在此时警方也传来了好消息 经过几个月的权力侦破 警方一举端掉了这个包括苏澄澄在内的整个犯罪团伙 而苏澄澄的真实面也被警方揭穿了 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所谓的苏澄澄原名叫苏静 今年已经50多岁了 她脸色蜡黄皮肤粗糙 除了声音温柔甜蜜之外 跟胡一伟提供的美女照片一点都不搭边 就这样一个女人又是如何情骗的呢 据闲人交代 他们先是利用技术手段 制作了一个相亲网站 以各种帅哥美女的形象 发布交友信息 吸引猎物 并通过体贴温柔的对话 获得对方的信任 等时机成熟了 就会将猎物带到另外一个交友网站 以艺术品买卖的幌子 骗他们进行投资 而那些看上去品相好 运色十足的物件 只是他们在拍卖行网站上下载的图片 因为根本就没有实物 他们就以运输途中物件易碎为借口 骗投资者将物品图片挂在网站上交易 一般呀 当投资者前几次投资交易时 骗子都会自己注册账户 冒充买家 在投资者出价不久后 就高价将艺术品买走 营造出市场非常活跃 投资越多 输入越高的假象 最终啊 当投资者投入大笔资金后 骗子就将网站注销 再换个网站 继续行骗 大半年的时间里 六名嫌疑人 已经用类似的方式 累计诈骗一千余万元 经过法院审理 主犯苏静以诈骗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 其余五名被告 也被分别判处 十年至十五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 被骗走的案款呀 也大部分被追回来了 胡叶伟和蔡云夫妇的生活 终于归于了平静 他们不单还清了借款 也为孩子争取到了一次 国际医学交流 免费诊治的宝贵机会 观众朋友啊 妻子蔡云的疑心病 为家庭带来了灾祸 爱情需要经营 但却经不起试探 相信蔡云会记住 这次惨痛的教训 而作为一家资主的胡叶伟啊 当家庭出现困难的时候 最应该做的是冷静应对 因为只有勤狠经营 才能积累财富 想用一夜暴富的方式 渡过难关 最终的结局 是让自己更加的雪上加霜 希望胡叶伟和蔡云这对夫妇 在历尽艰险之后啊 相互之间更加关爱 共同携手走出困境 生活有时候虽然艰辛 但又爱了家庭 却永远是无比温暖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结婚后做生意的丈夫 赔光了岳父给的钱 这让一个男人 愈发的出现 寂人临下的感觉 丈夫以翻本为友 拿走了妻子的全部积蓄 九十万元 却玩起了失踪 自己的丈夫是什么样的 自己一概都不知道 丈夫为什么玩起了失踪 妻子积攒的血汗钱 还能要得回来吗 玩失踪的新婚丈夫 下期播出